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不利 因为你可能会让这个绿营鱼翁得离 刚刚提到这两个选区 可能都是现在国民党比较棘手的区域 但是这两个选区它其实性质不大一样 我个人认为就说国民党它有可能 現在不同选区有不同的游戏规则 那现在内谷南港的部分 是因为那个蔡正元蔡委员 他要5月11号宣判 所以他这次事实上 是没有参与民调的 他事实上是没有参与民调 因为他连登记都没有登记 那据我所了解 其实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 事实上是之前就有定好了 因为他们一直在等 等蔡正元的他的官司 因为他这是二省定验的官司 所以其实很快就可以见真章 那当然因为李燕秀是我的同事 然后他的先生侯冠军 那跟我是有革命情感 其实我也非常高兴 他能够在民调达到这么高 但是现在状况是 因为当时民调是他一个人参与 所以为什么蔡正元现在一直讲说 他会继续参选 因为如果说他的官司 到5月11号宣判是没事的话 那他自然有参选的正当性了 这个我想蔡正元会保留这样的弹性 也是等到官司明朗化 如果说真的这个官司 最后还是有罪的话 其实这个怎么样决定也非常清楚 那反而是桃园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郑金灵 因为他参与了国民党的民调初选 那我觉得如果说 今天很多的游戏规则 他应该要有一致性 那除非你从头到尾 都不要去参加民调 从头到尾在初选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国民党候选人 是当时就摆明说 他担心民调怎么作假 等等等等 我就是不要民调 那就是另外一种游戏规则 那我觉得如果说 今天已经办了民调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已经办了民调 已经分出胜负 然后这个时候 再把这个民调推翻说 对不起我参选到底 因为我地方上有好多的 那个什么大佬啊 我的基层啊 都告诉我要继续参选 那何必要有这样的游戏规则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国民党并不难处理啊 这个是当时你已经有参加这个初选 然后愿赌服输嘛 你就是你已经相信 你原来就已经相信 这个这个这个民调的 这个初选的这个方式 那你现在又推翻他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那种耍赖 这个赌输耍赖的行径啦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可是光庭你觉得 他们有本钱这样搞内讧吗 其实呃 刚好我也讲的 郑精灵这个部分 我是完全同意哦 你要不然就不要去参加民调嘛 你进入人家游戏规则 你输了你又愿赌不服输 你要出来乱 那你这样子的话 兄弟戏强嘛 兄妹戏强 或者姐弟戏强 你这样子会伤了 这是自己所说的到 那未来的路也走不长 你如果去试 那你当选了 哇那你可能对另外一个人也 也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 但是你如果赌输的话 那你以后就没有了嘛 你现在让一下 我看另外再谋出路 但是我对于哦 就是说这个李彦秀啊 黄珊珊还有这个 蔡静媒这一组人 所以我不是针对他们个人 我是一直有个感觉 就是所有的 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 以一个选民来看 常常看到他们选完议员 又选这个 没多久又好像 那个理直气壮 好像觉得自己 理当就是再去跳去选其他的 或者说立委选完 又要去选县市长 县市长选完又来选立委 那我不管这要不要补选啊 因为有立委跟市议员不一样 或其他选举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你们在当选 在选立委议员的时候 那时候也拼得很激烈啊 然后也跟选民有个旗约啊 那是不是可以说 先做完任期再讲 然后不要玩那个 脚踏两条船的 因为你如果输了 你还可以回来做市议员嘛 那你如果赢了 哇到国会殿堂去 所以我不是针对个人 我是一直有这样一个感慨 觉得这些人怎么都是这样子 以前有人说什么一半 什么一半就是用那个 那个他的姓氏做头的 对 那我觉得像这好像 大家都没有什么样 一个奋计了 完全站在自己这个 本位主义去思考 有人是站在自己的政党 让他救亡图存 如果我不出来的话就没有了 那有些人是站在说 其他说那我要扩大 他选民服务的区域 还是选民如果选票支持我的话 民意支持我的话 你们说什么 你们用什么好说的 那我可以再为多数的选民服务 每个都有道理 好像讲的义正言辞的 可是事实上有观感问题 那蔡政源的观感问题 又跟之前不一样 我觉得他如果 我本来想说是不是说清楚 把自己的那个官司说清楚 可是事实圣云雄变 他那个官司 如果二审宣判又是有罪的话 他已经丧失了这个 所谓的道德一个形象上面 或者说操守上面一个正当性了 我会很快一分钟补充请教您 刚刚我们在谈这个 推人选的问题 这个国民党推自己的人 然后呢这个黄珊珊 比方说他看到李燕秀 然后他现在呢 他是代表清明党嘛 那也要出来的话 那新党就是说 事实上自己怎么样来评估 是不是新党 自己也要推自己的人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压力 我们也会也会考虑 因为在每个区域里面 因为现在是区域立委 因为他是这个小选区 而且是只有一席 那我觉得基本上 在一个政党政治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要推出一个 更好的一个政治人物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很多的选区 尤其泛兰的这个选民 最容易说千万不要分裂啊 分裂了就让这个民进党 投效的得利 可是基本上 因为现在会变成是一个两大党 变成民进党跟国民党 反而其他小党都没有机会 那我也想请问就是说如果 如果说今天不管国民党或民进党 他所提出来的人 真的非常不理想 那如果真的选民都告诉你 我含泪我票都投不下去 那难道小党他不应该提人出来吗 所以我想在这一次的这个去 因为很多还没有很明朗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今天 我们最后最后现在这个选制 变成说只有国民党跟民进党 才能够来搅住这样的趋利委 我相信我们并不乐见 台湾的政党政治变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不管民进党推谁 或者国民党推谁 对不起我们只能在这两个 苹果里面去选 那我们不管它是好苹果 或烂苹果 杨老师我一分钟也很快请教你 你看这个北部这些人抢破了头啊 南部的话怎么没人选 那国民党之前不是有讲什么南方专案 这个是不是喊假的 对啊这个在我自己从南部上来 我清楚知道现在南部空白一片 高雄还有几个地方 唯一抢的撕破脸的就是左营地区 其他地方呢都当然还有 邱宇跟李复兴啊在 其他地方都是空的 没有人敢去 没有人甚至于没有人在那里经营 这个蓝军几乎在那个地方没有人 甚至于将来跟总统一起选举 例如我都担心没有人服选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应该提早 对于有争议的先缓 先把没争议的那几个空白的地方啊 先填满 让至少让党的选举的士气能够起来 当然我也知道这次国民党选立委会 会非常非常辛苦 是因为整体气势对国民党不利 他需要靠母鸡来带 这一点其实国民党自己全盘的思考要完整 恐怕南部的选举 全盘翻盘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 好 休息会进行广告马上回来 可以 自征